上一次来到空洞山还是在两年前 因空中飘着茫茫细雨 道路湿滑 能见度很低的原因 未能登临此仙境 着实有些叫人遗憾 仅将评量的节目采集完 便匆匆离去了 本着一座城市的节目 尽量不做第二遍的执拗 本以为此生不会再来空洞了 谁料 与我同行的这位台湾朋友 一听不懂 听到空洞二字便两眼放光 必须要带他来看一看 想必是受到了金庸小说的影响 空洞山是中国武术流派空洞派的发祥之地 他与少林、武当、峨梅、昆仑一起 并誉为中国五大武术流派 他更是皇帝问道道家十足广成子的仙山 这则议事首建于庄子在右 之后便成为世代华夏人民 茶余饭后的谈资 空洞二字由此变成了仙山和仙境的代名词 空洞二字的标准读法为空洞 根据理解的不同 亦可以念作空洞 空洞一词最早建于春秋时期的尔雅 北戴斗极为空洞 一指空洞山正位于北斗星辰的下方 还有一种说法是这里为上古时期空洞部落的属地 因为这座山岭尤为俊显 故将施主名称空洞的前方 均加了山字旁以特指此山 拥护空洞一说的人也不无道理 道教中有一名言道 空空洞洞 一指一片空白 乃修道的最高境界 又可以理解为山中的洞穴众多 进而叫人联想出广城子所隐居的山学 由此可知空洞就是仙境 自古就已是全民共识 于是其他地方的山 多有后来改名或是混名为空洞的 比如河南的林汝 江西干县 四川平屋等 就连甘肃本省的米县 九泉 林陶 高兰等地 也有空洞山 由于时间太过久远 且又有很多古人对于空洞所在地的错误解读 致使皇帝温道的空洞山 仿若虚幻的东海盈州和蓬莱仙格一样 成了一个谜团 也正是由于诸多空洞的鱼龙混杂 才使得甘肃平梁空洞山的名气备受压制 受众范围难以与其该有的知名度相匹配 后人编著的各类文献典故 只会叫人愈发的感到混乱 不如先分析一下平梁空洞的地理 和历史环境在下结论 空洞山处立在平梁城西 经河的出山口处 这里属六盘山的枝脉 是通往古丝绸之路 必经的商贸孔道 鸡头道的必经之路 史记五帝本记记载 东至于海 登顽山 及代宗 西至于空洞 登鸡头 后来又有秦始皇27年初旬龙西 北地 出鸡头山的记载 在我们的记忆中 《丝绸之路》正是开通于张迁 初始西域之后 但此前的思路活动早已开始 我前面讲宁夏经元的时候就有提到 先有殷商时期 卢国辖地的安化道 之后才有的安化县 六盘山 作为观中与西域之间 最难逾越的一道屏障 唯有通过安化道 鸡头道 和攀须道 这三条 拢山古道 才可以将其穿越 而空洞山后辖 即为通往这三条古道的捷径 上至道教风靡的上古商周时期 下至佛教传入观中的北魏 隋唐时期 空洞后辖 作为西域通往金河河谷 至长岸的咽喉地区 外加其天生的雄旗秀显 炫彩缤纷的丹霞地貌 自然备受云游道家 僧人的关注 如今的空洞山 已经是三教合一 共尊共荣的宗教摇篮 接下来的内容 将会对没有来过空洞山的人 很有帮助 空洞山的上山线路 总共有五条 若是你从空洞古镇出发的话 可以选择中台 香山和索道线路三个 中台是向西走十里 经景区东门的陡坡处 直接上山 而香山是继续向西 再走十里 经较缓的盘山路 到达山脊 直达浑原顶 若你是不太喜欢 爬山的人 优先选择这条路线 而平梁市区的人 都会乘公交车 来到东门步行 体验爬山的乐趣 他们都会选择年票 这样既经济实惠 又可以锻炼身体 步行至中台 大约一个小时 从中台登上浑原顶 还得一个小时 还有一处小众的登山线路 就是自驾去谭征湖所到停车场停车 乘游艇在王母宫码头上山 这样既能欣赏谭征霞 又缩短了登上中台的距离 空同山上的主要景观有三级 最高峰为香山 海拔2123米 主峰是马宗山 海拔2025米 跌距于五台之上 气势磅礴 直插云天 中台是空同山的中心 海拔1894米 地势平坦宽广 视野开阔 在空同山上 中台只是其中的枢纽 在他的四周 有东西南北四台 错落无序地将其环伺 形如佛作莲花 明清时期 人们把山上的名圣景观 总结为空同十二景 湘峰斗莲 仙桥红跨 鸡头蝶翠 月食寒珠 春蓉蜡烛 玉喷琉璃 鹤洞圆云 凤山彩雾 广城丹学 圆武针牙 天安门铁柱 以及中台宝塔 近年来 新修了法轮寺 卧关平梁 观音堂 通天桥 飞升宫 王母宫 问道宫等景点 三十五处 基本恢复了历来所称的 九宫八台十二院中 四十二处建筑群 以上的空同十二景 有些地理位置过偏 有些不太明显 有些需要时机 至时很多人都未曾一一见识过 唯有中台宝塔这一处 恐怕已经成为大家对空同古景的共同回忆了 中台宝塔又名林空塔 位于空同山法轮寺的塔院内 始建于北宋天圣七年 名万历十三年修起 这是一座八角七级楼阁式的空心砖塔 塔顶上长有一棵近两百年的松树 挺拔苍翠 将原中台宝塔的圣景 进化成了如今碳为观止的古塔脱松 别有一番灵气 这应该是小鸟或松树 将种子遗落在塔顶的裂缝中 逐渐生长而成的 宛若一顶华丽的发迹 好了 空同山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一集 我即将讲述的是陕西的陵线 为了叫更多人留意到刘俊银航派记录中国这个节目 期待下一集的同时 记住务必要点赞 关注和评论 这样才能给予我们更持久的更新动力 为谱写中华城市旅游路线图的公益事业 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吧 感谢观看